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支点 发出存货的计量一颗星 这个不经常考 但是呢 如果一旦考了 它难度系数比较高 考评指数不高 但难度系数比较高 那么去做一做 我编写的应试指南中 有这方面题目 第一 确定发出存货成本的方法 那么企业在确定发出存货成本时 在实际成本核算的时候 那么叫计算发出存货成本 那么在计算的时候怎么算呢 有常用的有下面四种方法 先进先出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和个别计算法 企业不得采用后进先出法 这个呢是国际惯例都不让用了 包括税法规定也不让用了 从我们筑块考试角度来讲 考的频率稍微高点 因为不经常考嘛 对吧 如果要考的话 如果要考的话 那么考的稍微多一点的话 是一个先进先出法 一个是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移动加权 我记当中从九十年代初 考到现在就考过一次 单项选择题 个别计算法 曾经考小题 是文字题我记当中 这是一个 所以重点掌握 那么一个是 全月一次加权平均 再一个呢 就是先进先出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十五当中 你们要关注过上市公司年报的话 你看他上市公司年报 他们的企业用什么方法 大部分的企业都用哪种方法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 这个用的比较多 好 下面我们先讲第一个 先进先出法 先进来先出去 出去干嘛去了出去 卖出去了 消耗掉了 对吧 所以先进先出法 是指 先购入存货 先发出 这个发出包括销售和耗用 生产耗用 这一种存货 实物流转 假设为前提 对发出存货 进行计价的一种方法 所以先进来先发出去 好 那么这种方法有特点呢 在物价上升的情况下 期末存货成本是接近市价 接近市价 而发出存货成本是偏低的 发出存货成本偏低 那么会高估企业当期的利润 利润就会高吗 那个低 这个利润就会高吗 控存商品的 存货成本也是一样的 那物价下降会低估企业存货价 这个当期的利润 所以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怎么理解 这个从理论上讲 介绍一下 我们来看一个快速回答 简单介绍一下 先说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 比如我构进商品 某个商品 那么原来是 你把后来1.2 1.3 1.4 1.5 上升 物价在上升 那么如果采用先进先出 那么计量存货成本是 对企业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你琢磨琢磨先进先出 先进来先出去 最早进来是单价1万 后来1.2 后来1.3 先进来先出去 先进来先出去的话 那么你看这个 你看看 那么先进来先出去 发出存货成本 是不是低的 发出存货什么 是不是低的 先进先出 对吧 所以在先进先出法情况下 当物价持续上升的情况下 发出存货什么 是不是低 肯定低 发出存货成本低 成本低 那么你在琢磨琢磨 利润是不是高 利润就会怎么着 高估了 是吧 好 这问题吧 那么期初存货成本就低 那么期末存货成本就高 最后会高估企业存货的价值 那么你说吧 那个看好这个 1的出去 1.2出还剩什么 还剩下这个1.5的呗 还剩1.5的呗 所以造成什么 期末存货成本偏高 这个意思 了解即可 了解一下 所以先进先出吧 在物价上升的情况 发出存货成本是低的 发出存货成本低 那么利润就会高 收入减掉成本 成本低 这是低 好 第二 月末一次加钱平均法 这种方法 第一步 要先算单价 第二步 那么再计算 发出存货成本 和月末存货成本 所以单价 先看 单价是 以本月各批进货的数量 和月初的数量为全数 那么这个是分母 这是分母上去除 本月进货成本 进货成本 和月初存货成本 这是什么 这是分子 这是分母 两亿出单价出来了 好 所以这是期初的 加上本期增加的 没有减少 这个公式可没有减少 那么计算出 加权平均单价 然后第二步 再计算 发出存货成本 和月末 月末结存存货成本 这两公式在这 先算谁 其都无所谓 发出存货成本 那么是发出的数量 承担价 库存商品成本 是库存数量承担价 15当中是有讲究的 15当中有讲究 因为15中 这个单价是出不进的 15中单价一般都出不进 所以必须有一个数 倒几的 必须有数倒几的 所以15中是先算什么 先算期末存货什么 倒几出 发出存货什么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使得 使得什么 这个账是平的 账平的 使得期出 减少加本期增加 减去本期减少 正好等于期末 所以必须要到几个数 考试不一定了 考试的话 这个单价都能出得进 好我们来看一道 单项选择题 某企业采用月末 一次加权平均法 计算发出存货成本 好23年3月1号 结存200件 单位成本4元 3月15日购入了 400件 单价也告诉我 3月20号又购入了 又购入了400件 还是400 单价38 本月发出500件 那么3月份 发出材料成本多少 算一下 第一先算单价 单价的时候 分子上是金额 分子上金额 切出200件 切出200件 乘以单价40 乘以单价40 分母上是200件 注意啊 一条件对一条件 那么第二 本月3月15号 购进400件 400件 长以单价35 乘单价35 分母 400件 两条线对两条线 3月20号 又购进400件 长以单价三条线 乘38 分母上 是三条线 一条线对一条线 两条线对两条线 三条线对三条线 算出单价37点 有了单价以后 有了单价以后 那么发出存货成本 是出了发出的 本月发出500件 500件 长以37.2 算出18600 那么期末 结存的成本呢 你也可以这么算 结存的数量 数量乘以单价 乘以单价 都可以 是期出的数量 加上本期购进的 两个400 减掉发出的 那么还剩下的数量 乘以单价 也能算出来 后面的均补 这只是我们所讲的 全月 一次加全平一半 好 再接着看 第二个问题 已受存货成本的截准 这个内容以后 在收入这一章 还会讲到的 对于已卖的存货 那么如果 既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还应该截准 既提存货跌价准备 这笔分路 我们注算是考过两次 在分路中考过两次 分路 那么是代计库存商品 借存货跌价准备 这书到底的 到底出主营业务成本 到底出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如果存货按类别计题的话 按比例去接转 这个不能管他 那么就这个内容 就这个内容 我记忆当中 我在面售班讲课的时候 在面售班讲 我现场出过一道题 因为我面售班 我特别爱在现场出题 现场出题现场做 那么当时有些人答题答错 不信我现在现场出一个 我现场出一个 特别简单那个说 特别简单那个说 我销售商品 售价 100万元 单位都是万元 100万元 好 那么账面价值 听懂我说话吗 账面价值是80万元 账面价值80万 什么叫账面价 账面价值包含两个内容 一个是存货的成本 存货成本多少 存货成本是90 还有什么 存货跌价准备 还有一个是存货跌价准备 10万 90减10等于80 问题吧 90减10等于80 我问的问题是 我问的问题是 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多少 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多少 这种题在我们 筑块考试当中特别频繁 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多少 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 不就是收入减 收入多少 100万 收入100 收入减账面价20万 20万 不就100减80吗 售价减账面价值 什么叫账面价 账面价成本减掉存货 跌价准备 中间省略号跌价准备10万 对不对 90减10等于80万 对吧 所以分路 建议行存款带收入 是180 然后转成本 老师分路怎么写 分路怎么写 很好写啊 再库存商品金额多少 成本多少 成本90 对吧 低价准备多少 10啊 那么借主营有什么 80啊 是意思吗 这不80吗 这不出来了吗 这80出来了 有借比有贷 借贷比相当 平了吗 平了 收入减成本 不就20吗 在贷库存商品90 借存货地下 准备10万 那么倒计出主营 也有成本80 不就完事了吗 没什么难 没什么难 好 这是一个内容 好 到这为止 这个支点 我们讲完了 这个支点 我们介绍的 发出存货 大家起码知道 两种方法 就可以了 一个是 先进先出发 一个是全月 一次加进步 第二 以受存货成本 就这笔分路 这是重点 好 那么这个支点 我们就讲到这 下面看下个支点 好 再来看下个支点 存货期末计量 也就是存货 跌价准备计算 爱考吗 特别爱考 三颗心 那么这部内容 要注意啊 设到以后 其他章题来 比如合并报表 抵消分路中 涉及到存货 第二种内容 好 第一问题 资产分代表日 存货应当按照 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熟低计量 就这句话 搞懂了吗 搞懂了 那么这俩字 是成本 不是账面价值 所以学到现在以后 你也知道一个概念 什么是成本 什么是账面价值 什么是成本 什么账面价值 所谓成本 是没有扣减 背底科摸 之前的那个金额 那么要成本扣减了 跌价准备后的那个金额 叫账面价值 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 随便举个例子 假定 写一个字了 库存商品科目余额 库存商品科目余额是100万 库存商品科目余额100万 然后再给你说一个 还有一个存货跌价准备 科目余额是10万元 看到吗 库存商品科目余额100万 存货跌价准备 我们叫省力号 是10万 我问的问题是存货成本多少 存货成本多少 存货的成本是多少 100万 存货的账面价多少 是100万减掉10万 等于多少 等于90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两字一定看好是成本 不是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扣减了 背底科目后的金额了 好 往下接着走 看内容 当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 存货按成本计量 输低计量 二者输低 记住 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 那么存货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同时提减值吗 提减值 按差额提减值 那么记录当期随意就可以了 第二问题 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定义 只在日常活动中 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掉 置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了成本 估计发生了销售税费等等 这个概念不用管 这个定义不用管 费公式 那么可变现净值在计算的时候 一定给我记住一个特点 存货的用途是干什么 存货的用途不一样 可变现净值算法不一样 第一个 存货干什么用的 用特通俗话告诉我 一 存货干嘛用的 用途是什么 卖的 太好了 产生品商品等 用于直接对吧 什么 出售的 出售的商品 存货 卖的 那么可变现净值 俩相点 这俩是估计售价 减掉估计销售税费 简单说 税费就可以了 这个税费啊 不包括增值税 也不包括 所得税 就这个可以了 好 背下来了吗 第一公式 存货干嘛用的 是卖的 那么可变现净值 俩相铁市 估计售价减掉 估计消失费 好 第二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 存货 你先告诉我 存货是干什么用的 用途是什么 哦 是继续加工的 是继续加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则需要判断 也就是材料提不提 简直要先看 该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 是否叠加 所以来看 一 用于生产产成品的 可变现净值 高于成本 那么该材料 仍然按照成本计量 夸号是我家的 夸号是我家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也就是材料提不提简 只要先看 它所生产的产品 跌没跌加 比如说说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A料 干嘛用的 专门用于生产A产品 看到吗 A材料专门用于生产A产品 A产品还没生产呢 还没生产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看好 A材料市场价格大幅度的什么 下跌 大幅度下跌 那么爱跌不跌 我要先看它所生产的产成品 这个产品跌没跌加 产品跌没跌加 那么有可能材料价格下跌 有可能造成产品价格下跌 对吧 那我的问题是 材料提不提简 就要先看所生产的产品跌没跌加 如果A产品 A产品的产生产品 这个产生产生产品 可变现就是高于成本 产生产品这一块没跌加 这一块没跌 A产品没跌 那么A材料提简值吗 不提 A材料不提简值 所以这个时候材料仍然按照材料成本计量就可以了 所以我原来讲过特通俗话 材料提不提简值要先看人家脸子 谁的脸子 他所生产的A产品这个脸子 看人家脸子 看人家脸 他跌没跌 这个意思 所以材料提不提简值要先看他 跌没跌 他没跌 材料不提简 这一 第二 产品的价格下跌 表明产生产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该材料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计量 也就是说 按照材料成本和材料的可变现净值熟低计量 跨是我家的 很多人看不懂这故事 我还接着说这个 还是这个A料 干嘛用的 专门用于生产A产品的 那么现在告诉你 A材料所生产的A产品已经跌价了 A产品跌价了 听到了吗 A产品跌价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 A材料提不提减值 就要提减值了 材料就要提减值了 知道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一定要先看他所生产产品 解没解 产品减值了 材料就有可能要提减值了 好 那么公式 接着看公式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三个相铁 那么这公式得背 这公式得背 等于 你先背吧 你先背吧 你们先背一遍 背完我再背 你们背一下 背完我再背 知道了吗 我跟你背一遍 我去年背错了 我今年看我背对没背对 去年背错了 我背错好几年了 背错好几年了 我再背一遍 看我今年错不错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等于该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 而不是用材料的估计售价 是指的是产成品的估计售价 我背的对吗 今就背对了 背对了 今就背对了 一定要注意第一句话 是该材料所生产产成品的估计售价 而不是材料的售价 就这个 好 老师要给了材料的估计售价有用吗 没用 也没用 因为材料的用途是用于加工用途 所以第一句话 该材料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 第一句话背对了 第二句话 减掉致完工将要发生的加工成本 我背对了吗 这回我背错了 我没错 对的 致完工将要发生的成本 这个成本一般而言没有特殊情况 指的是加工成本 没问题 加工成本得什么 加工成本等于是直接人工加制造费用 再接着减掉产成品的估计销售水费 你看这公式当中 这公式当中 两个很低 没有一个真的 全都是估计的 估计售价 减掉估计将要发生什么 减掉估计水费 全都是估计 没有一个真的 对吧 没有一个真的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特点 都是和材料沾边的 我算的是材料的可变现净 但是这公式中 跟材料没关系 第一个 售价 谁的售价 不是材料售价 是产生品的售价 第二 加工成本没有材料事 第三个 产生品的销售水费 不是材料销售水费 不是材料销售水费 不是的 两个特点 记住 好 快速机可变现净时的确定方法 两大类 第一大类 先看是用于干什么用的 用于出售的 如果是用于出售的商品 出售的商品 那么好了 出售商品 那么这个时候 可变现净值 看好 俩相捡 是什么 估计售价减掉 估计销售水费 减掉估计销售水费 这是第一个 用于出售 第二 材料 材料的话 又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 材料都要卖 我材料不再用于生产产 打算卖了 那么这时候和那边公式一样 还是俩相捡 材料的可变先净值 估计售售价 减掉材料的 估计销售水费 卖 凡人卖的 凡人卖的 都是俩相捡 那么好了 在这块 如果继续用于生产的 继续用于生产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先看看 他所生产的产生品 跌没跌价 如果所生产的产品 没有减值 那么该材料 仍然按成本计量 如果所生产产品减值了 那么被公式了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等于是产生品的估计售价 减掉置完工 将要发生的成本 再减掉产品的销售水费 明白了吗 这就是给大家归纳的公式 第三 可变现净值中的 估计售价确定方法 这估计说是怎么确定 第一 为执行销售合同和劳合同 而持有存货 用中国话来翻译一下 就是说签了合同的 签了合同的 对吧 签了合同 其可变现净值中的 那估计售价 用什么 用的是合同价格为基础 来计算 所以上述两个公式中 都有一个什么 估计售价 估计售价 说完了 签了合同的 签了合同 合同价格为基础 来计算的可变现净值中的 那估计售价 第二 且持有的同一项存货的数量 多于销售合同 订购数量的 应该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并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库存商品 库存 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我假定说有100件 这100件当中 签了合同的 有签订合同的 签订合同的 和没有合同的 那么签订合同 假定说是70件 无合同的 那么就是30件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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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处理 怎么分别 怎么分别 签了合同的 用合同价格 70件 按合同价格 没有合同的 30件 按照市场价格 计算 所以来看一下 超出合同的 这部分的 可变现净值 一般销售价格 一般销售价格 只市场价格 所以用大白话来讲 签了合同的 用合同价格 没签合同 用市场价格 好 一和二 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再来看一个三 如果企业持有的 存货数量 少于销售合同 订购出来 签了合同吗 签了合同 比如说 100件 那么我现在 库存商品 只有 我只有70件 我只有70件 其他30件 还没生产出来呢 没生产出来呢 所以企业持有的 所小于 合同 订购数量 那么实际持有的 与该销售合同 相关的存货 只有今天 还是那句话 签了合同 合同价格不就好吗 签了合同 还是那句话 万变不离其中 我归纳的 下面那句话 所以说 还是用什么 合同价格 为基础来计量 但是有一件事 那么此时此刻 有一个什么事 如果该合同 成为亏损合同 情况下 那么遵循的是 13号准则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个问题的 现在先不讲 好 上述 123 归纳一句话 用中国话来讲 签了合同 用合同价格 没签合同 用市场价格 算什么 算上面两个 公式中的估计售价 俩相解 仨相解 那第一个内容 估计售价 签了合同 合同价格 没签合同 市场价格 三次 好 第四 计题存货 跌价准备的方法 第一 且通常是按单个存货项目 我们考试的时候 都是按单个存货项目来计题 那么且应当在 每个 按照每个存货项目 什么叫每个存货项目 比如说 比如说 某一个规格的一个产品 某规格的 可以吗 可以 所以是 每个存货成本 与其可变先净值 逐一进行 比较 按较低者计量 二者输低吗 哪二者来着 二者是存货的成本 与可变先净值 二者输低 在自然负代表中来列示 那么如果存货成本 高于可变先净值 高于可变先净值 应该体检值 应该体检值 老实实话 背不下来 有一个学生问我 老师 我背不下来 老师 老师不知道谁 谁高于谁 不知道谁高于谁 不知道谁高于谁 我告诉你一个特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我卖皮存货 我卖皮存货 卖皮存货 成本 成本一百万 可变先净值怎么在 不就是估计售价 俩相减 三个相减吗 你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售价不就完了吗 售价 假定说七十 售价减成本 卖亏了 亏了 不损失吗 亏了不就损失了吗 所以这时候体检值 相当于现在体检值 这么记好记了吧 成本是一百 可变先净值 也就售价呗 那两个东西当成零 售价其实卖亏了吗 卖亏了不就是损失了吗 对吧 相当卖亏了吗 对吧 需要注意的是 自然负贷表示 同一项存货中 一部分有合同约定 一部分没有合同约定 算慢 二句话 分别比较 二者千万千万记住最大的问题 二者不能相互抵消 前面讲过了 不能相互抵消 这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好 这是要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 所以签了合同 按合同价格 没签合同的 按市场价格 二者当成两道题做 二者别混在一起 可以了 别给我抵消 除此以外 个别情况下 也可以按类别和合并计题 也可以 这两个内容 不是什么重点 第二 全额计题存货 的下级 全额计题 全额计题 指的是存货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时候 表明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为零 那么这不是全额计题了 比如说 我的存货成本 十万块钱 可变现净值是零 等于零 那么这时候你提多少 提十万不就好 这不是全额计题了吗 全额计题 什么情况 全额计题呢 三种情况 之一 煤烂变质存货 煤烂变质了 第二个过期了 且没有转让价值存货 第三 生产中已经不再需要了 而且没有使用价值 也没有转让价值 在此时此刻 应全额计题存货量 使资产负代表 存货猎报 基本上是零 知道零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就这个内容 就这个内容 有些学生问我一个问题 存货成本十万块钱 可变现日子为零 那么提减值提十万 没问题 没毛病 是 为什么不走 带处理 为什么不走 煤烂变质了 为什么不走 带处理 为什么不走 带处理 我先问他一个问题 他 我知道他 他这个 他思考问题了 思考问题了 为什么不走 带处理 特别简单 带处理是盘亏 煤烂变质 我东西在不在 东西在不在 在啊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啊 比如这个东西啊 这个这个存货啊 这个存货 账上十万块钱 有数量 比如数量 假定是十吨吧 假定十吨吧 十吨十万块钱啊 十吨 那假定 那么同时 同时啊 账上有食物当业 十吨也在放着的 十吨也在放着的 东西在放着的 没有盘亏 但是没来变质的 没来变质 不能用了 没来变质 比如说这皮革 或者农产品 等等 我没有盘亏呀 走贷处理的目的是 为了达到账时相符 我现在账和时辅着呢 账上十吨 十万块钱 那么食物也十吨 但是不值钱了 可变形静止未灵 在这种情况下 是全额积极存货 这样准备 你不能走贷处理这科目 注意这个特点啊 你不能走贷处理我 我还看我 给你做账处理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